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几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从军事到体育,从外交到社会热点 无一步挑战着我们对中国的认知 首先,习近平主席最近对解放军火箭军的检查 强调了军事威慑与纪律的重要性 显示出中国在全球军事格局中的雄心壮志 这次检查不仅是对部队的一次鼓励 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明确指引 尤其是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中 接着,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三岁的小乒乓球神童 他以惊人的记忆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 许多人预测他将成为未来的奥运冠军 这不仅是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 也是对中国体育未来的期待 最后,我们将聚焦于中国驻缅甸领事馆 遭到爆炸装置袭击的事件 虽然此次袭击未造成伤亡 但却引发了对缅甸局势的深刻担忧 尤其是在中国与当地军政府的复杂关系中 这一事件无疑是对中国影响力的一次挑战 这些事件各具挑战性 让我们不禁思考中国的军事、体育及外交策略 究竟将如何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的东南部 位于安徽省的某个特定地点 解放军火舰军的某个战略岛 弹旅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访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次视察并非普通的例行公事 而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军事确认 尤其是在中国刚完成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周际 弹道导弹试验后的一个月 习近平此行强调了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环境时 加强国家威慑力与军事纪律的必要性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习近平在视察中指出 部队不仅需要在传统战术上精益求精 还需要针对新型装备发展性的技能与战术 火箭军作为国家核武器的主要管理者 其职责之重不言而喻 习近平强调部队必须服从政治指导 增强战略威慑和作战能力 新华社的报道透露 习近平在检查相关装备与训练时 强调了一个屡超过50年的历史 显示了对这支部队传承与战斗力的高度重视 火箭军的成立可追溯至2015年 这是习近平改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举措之一 旨在强化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量 去年7月的三中全会上 中国领导曾以明确表态要加快发展战略威慑力量 建立一个新的军事服务和武器框架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预测 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库存 可能在未来十年间超过俄罗斯与美国 这一趋势无疑显示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 不断上升的军事力量 然而火箭军内部也面临着挑战 腐败丑闻成为了这支部队的一大问题 包括一些高级军事领导人和将军的撤职和调查 最近的一个案例便是涉及著名导弹科学家 肖龙旭的腐败案件 肖龙旭曾是火箭军顶尖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 最近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除 另一个知名案例则是魏凤和 这位前解放军火箭军司令也正接受腐败调查 在习近平此次视察中 他明确表示火箭军应该根除意识形态问题 并对部队中的腐败和不良倾向进行严格调查与处理 他进一步强调火箭军必须在任何时候 都坚决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这一番话不仅是对火箭军的警示 也是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清晰指引 习近平此行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了 中国在全球军事格局中的雄心 尤其是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环境时 强化军事能力和纪律的重要性 在另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域 一位三岁的中国小男孩 以其惊人的乒乓球技艺 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阵风暴 这位稚嫩的天才被许多人 誉为未来的奥运冠军 这段由抖音博主《小五日常》 于10月4日发布的视频 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并获得了超过330万次的点赞 视频中 小男孩在家中的咖啡桌上 与家人愉快地进行乒乓球对决 他的正手和反手技术之精湛 令人惊叹不已 来自四川省的小五 受到了祖母的启发 八个月大便开始学习乒乓球 视频中 他虽年纪尚小 却展现出惊人的自信与技术 轻松地在正手与反手之间切换 并以一记强劲的正手扣杀结束了这场有趣的比赛 这位小男孩不仅让许多网友惊叹不已 还被誉为未来的樊振东 这位中国乒乓球明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获得了个人赛与团体赛的两枚金牌 小五的故事不仅表现出乒乓球的魅力 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未来的希望 他的天赋与努力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为中国的乒乓球借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在10月11日的上海乒乓球表演赛中 樊振东与中国职业选手张之珍首次合作 面对网球传奇罗杰费德勒和香港歌手陈奕迅 这场比赛中 樊振东用他的乒乓球发球技术成功 集出了一个A球 让观众惊讶不已 然而 与中国辉煌的乒乓球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驻缅甸领事馆遭遇爆炸袭击的事件 据南华早报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曼德勒市的中国领事馆 当地时间晚上7点左右 幸运的事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这场事件让人们再度聚焦于缅甸的政治动荡 与安全局势 自2021年军方推翻昂山素季政府以来 缅甸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种种内部矛盾与外部挑战层出不从 中国在缅甸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 作为军政府的主要支持者 中国不仅提供了军事援助 也在经济上对缅甸进行了大量投资 然而 中国同时也与一些反对军政府的民族武装团体保持联系 这使得其在缅甸的外交政策更加错综复杂 这次爆炸事件无疑对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而这也可能导致中国调整其在缅甸的外交策略 随着缅甸局势的持续恶化 国际社会对该地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 许多国家对缅甸军政府的行为表示谴责 并呼吁恢复民主 这次袭击事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未来缅甸的局势将如何发展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然而 无论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 还是未来的军事与体育成就 都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习近平主席对解放军火建军的关注 显示了中国坚决提升国防能力的决心 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的环境下 这是一个明智的步骤 因为中国需要确保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 我们可以回顾历史 像是美苏冷战时期 两国也依靠强大的军事能力来确保国家安全 因此习近平的做法是合乎实意的 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 楚天书 你这简直是在给习近平点赞发奖章了 但你不觉得说得太严肃了吗 火箭军发展固然重要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问题 比如腐败丑闻 毕竟 这可是人民日报都不敢随便提的话题 你知道的 让一个系统真正强大的 不仅仅是装备和人员 还有其内部的连结和信任 当然 腐败问题确实是个挑战 但这也正是习近平 为时模要强调纪律的原因 他访问火箭军时 指出要根除腐败和意识形态问题 这表明他对此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和解决的决心 正如他在其他领域反腐一样 这是一次系统性的改革 目的是为了提振军队的士气和效率 就像古代的韩非子一样 法治和纪律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关键 楚天书 你说得这么振振有词 我都快以为中国已经成为腐败的终结者了 不过 火箭军这样的重要部门 却还是爆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这说明整个体系的反腐力度还不够 而且 光靠政治指导和纪律训练 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你看看足球界的腐败 光靠教练的严厉指导就能夺冠吗 有时候还需要一点运气和大量的金钱投入呢 谢七七 你这样讲 我都怀疑你是来搞笑的了 不过 你提到的足球界问题 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任何系统内部的问题 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来解决 不仅是纪律和政治上的改革 还需要技术上的提升和透明度的增加 这正是为时模 中国要继续投资火箭军的技术发展 以确保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好吧 楚天书 看来你对中国火箭军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别忘了 这也是一场军事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游戏 就像下棋一样 步步为营 我们或许应该多关注一下 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外交策略 而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增强 毕竟 辉煌的胜利不仅依赖于武力 还需要智慧和策略 否则最后变成了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 那就尴尬了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奇奇的辩论 展现了对中国国防政策的两重截然不同的观点 值得深入探讨 楚天书的立场以支持习近平主席 对火建军的重视为核心 并强调这一政策 在当前国际局势中的必要性 他的论点强调了历史的借鉴 提及美苏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 试图说明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 然而 楚天书的分析 缺乏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入思考 尤其是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可能产生的影响 他将军事增强 世卫唯一的解决方案 却忽略了军事强化 可能导致的紧张局势升高 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片面 相对而言 谢奇奇的观点更为全面和批判 他不仅认可火箭军发展的重要性 还深刻地指出了系统内部存在的腐败问题 这是楚天书未能充分考虑的 谢奇奇提到的腐败问题 不仅是军队内部的挑战 也是整个政治体系的反应 他的论点强调了信任和连结在维护国家安全 与军队效率中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点 他还提到国际关系中的智慧和策略 提醒我们 军事力量的增强并不能单独解决所有问题 还需考虑外交和国际形象 然而 楚天书对于谢奇奇的质疑似乎过于轻视 他将腐败问题视为一个 可以通过纪律和政治改革轻易解决的挑战 事实上 军队的腐败与国家的整体治理息息相关 这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问题 不能仅靠军事指导和纪律训练来解决 总结而言 两位辩论者的观点各有千秋 楚天书的知识立场 可能在某些方面忽略了军事强化的潜在风险 而谢奇奇的批判则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 值得我们在讨论国防政策时予以重视 两者结合 或许能更全面地理解 中国在国防与国际关系上的策略选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